这边还有一些山暖 它不是纯平的 是有这一个山峰在城市里面的 不知道当时统计的时候 这些山峰有没有算到这一个建政区的面积里面 因为像那些平原大城的话 山峰比较少 偶尔有一两个这样的森林公园 它这边面积还挺大的 应该是青岛的森林公园 看看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下面一个大广场 全城广场 住进去还是蛮大的我感觉 开悟港口 一开始好像是德国人占领了这边 后来又被这一个日本人给占领了 最后就是我们中国收回的这片区域 归我们所拥有了 回归祖国的怀抱 回归了祖国的怀抱 因为一开始是德国人占领的这边 所以这边有很多都有这一个德国人遗留下来的痕迹 包括这边还有很多市政 好像有很多都是他们德国人当年占领这边修建的 这边在别的城市的话就是市中心的别墅区啊 这个很少见啊 这房子应该都是特别贵啊 在这个中心地段 然后又是如此低密度的这种庄园 你看看再看看对面那些高楼 那移动楼住的人估计全部可以摊到这个里面来啊 这个密度对比就可以看出来啊 我们再看看这边 这边全部高楼泥泥泥啊 放大点看一看 这边就感觉非常厉害了 这边就更现代化了 等一下我现在飞到了200米了 209米可以往上飞啊 可能是我刚刚住的地方还是在那个限高区吧 现在我好像飞出了限高区 可以继续往上飞了 那个那一片可能叫什么维多尼亚什么鬼东西的 我也刚来没几天 所以对这边不是很熟悉啊 对面应该就是他们的黄岛区了 是另外一片区 单独和几个组成区隔得比较开 中间隔了一片海 但是今天也看不到好像焦州湾跨海大桥 好像看不到 焦州湾跨海大桥把这边的组成区和黄岛区那边应该是连接起来的 哇这应该都是海上的博物啊 像仙境一样的 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这一个山东的青岛和几岭哪一个更大一些 网上查数据的话有的时候青岛大一些 有的时候这一个济南大一些 然后感觉啊两个城市可能差不多大 它还有那个三个另外区的这一个市应该是忘不到的 像什么焦州市 平路市和莱西市 在这边应该是忘不到的 但是就目前看到的它这组成区来说 就已经是相当的厉害相当的大了 不愧是山东第一层啊 让人感觉相当的美景啊 风景啊还有这个城建啊 面积啊都是相当的amazing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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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